11月29号,2024年第七届成都全球象棋双人赛在成都开赛,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2名骑手进行男女良良组队,跨越楚河汉界,共下一盘棋。 全球象棋双人赛由世界象棋联合会主办,旨在推动象棋国际化,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体育交流合作。 国际奥委会民运委员世界象棋联合会主席霍振庭在开幕式上表示,象棋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广泛的运动之一,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精神文化财富,架起了连接海内外的精神桥梁,希望更多人通过成都全球象棋双人赛爱上象棋爱上中国。 这个机会,我是特别在象棋加钱国际交往,我觉得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多交朋友,多谈国家的故事。 马来西亚棋手佐佐穆雄西今年是第五次参加全球象棋双人赛。 他告诉记者,自己已经学棋13年,现在也明显感受到马来西亚年轻棋手的棋力迅速提升。 他也透露,马来西亚不少年纪棋手通过AI来学习象棋。 我们现在有可能有几位少年是没有跟老师学,就是看AI来自己学,就很多,太多了。 我自己平时也是有看AI,但是也是有老师。 象棋特级大师唐丹和德国棋手纳布斯同队。 唐丹表示,今年参赛选手更加年轻,让他感受到了象棋这门古老运动在海外的蓬勃之气。 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呢,应该说大家学习象棋更加的便捷了, 也是通过这个AI让更多的国外的这些世界,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, 了解咱们中国的国粹这个传统文化相棋,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。 其实以往呢,像国外的这个棋手以及我们中国人协会呢,也是在大力推广这个象棋在国外的一个普及和发展。 但是呢,现在这个有互联网的这个加持呢,也是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个渠道来这个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象棋。 同时我们的象棋呢,上面作为我们的国粹,上面有我们的汉字,很多国外的这些这个友人们, 他们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象棋,了解我们的中国的文化, 然后一步步的更深的了解我们,也对我们中国有更加的了解,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 本次赛事期间,组委会还将在成都设置象棋挑战擂台, 邀请成都全球向前双人赛的参赛选手轮流作证, 与象棋爱好者进行明星选手抽轮战。